那因為這個煉油場呢 近一年違規45已經多達了四屆 那市府也針對這一次的火警 將這個煉油場重罰530萬 並勒令停工 不過這一次的火警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讓主播容安 讓你了解 容安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這一次聽到呢 中油大鄰煉油場 又又又又出事了 其實很多人心裡頭 雖然覺得很震驚 但是卻也不意外 因為呢 說到了中油大鄰煉油場 出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可以說是劣跡斑斑 這一年光光短短 這一年內呢 違規就已經多達了四件 而昨天就是又又又又 第四件發生了爆炸 那麼昨天晚上呢 第三重油脫瘤工廠 發生兩度爆炸 高雄市環保局 今天呢 是依照了違反空污法 重罰500萬 再加上勞工局罰的30萬 所以總共開罰530萬 但是這樣就能夠解決 問題嗎 這個公安的不定時炸彈 到底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係數中油大鄰煉油場 這十年來就發生了三次的爆炸意外 可以想見住在附近的鄰居 有多麼的擔驚受怕 那我們看到呢 十年來的最久的一次呢 是在二零一二年八月十號 當時發生意外的是 第一重油脫瘤工廠 好這工廠主要是要把輪船用的 重油脫瘤 那麼當時外包維修廠商在進行大修的前置作業 沒想到在拆解管線時 卻因為氫氣洩漏引發火災 發生爆炸 造成了三名外包商的工人灼傷 那麼隔了六年之後 到了二零一八年三月十號呢 發生事情的是第六重組工廠 當時是在清理觸媒槽的時候 發生了氣爆 也是有三名承包商的工人被灼傷 那麼到昨天呢 深夜十點半 第三重油脫瘤工廠第一次爆炸引發了火事 那麼隔了半個多小時呢 到了十一點零三分 又發生第二次爆炸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但是呢附近的居民也就是大林埔的村民 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 昨天呢在十一點半左右呢 高雄市長陳其邁是前往現場來作證 也說明了爆炸原因 他說呢這個廠區正在進行碎修 那麼加壓氫氣的過程中 發生了氫氣燃燒 也造成管線內殘餘的油氣 引發大火 那麼如今除了祭出重罰 也會勒令全面停工 要等到確認安全無餘才能夠復工 那麼由於中油大林廠 不斷不斷的發生公安意外 讓附近大林埔的居民很驚慌 所以陳其邁昨天抵達現場時 不少居民在門口呼喊 我們都怕得要死啊 而且直接把市長攔下 要求中油大林廠停工或是遷村 也就是不遷村請遷場 那麼陳其邁就表示 目前進入選舉期間 選後就會立刻啟動遷村程序 那麼市長也呼籲中油要深刻檢討 不要在公安的部分有任何閃失 尤其是附近居民長期因為公安事件 感到恐慌 發生這樣的事情 中油則無旁貸 一定要處理 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現在記者是在這個中油的大林煉油廠門口 我們可以看到一早來的時候 還是有相當多的這個消防車 在這邊進進出出 主要是在做這個灑水降溫 雖然火是在昨天凌晨的時候 就已經控制住了 但是現在就是怕有火星在復燃 所以在做這個灑水的這個動作 而昨天晚上相當多的這個民眾 在現場直接因為都被這個爆炸聲響給嚇到了 來聽一下當地里長怎麼說 我覺得這種東西 不痛不癢 不痛不癢 那如果在這樣平穩地繼續下去的話 這邊 這邊的居民真的會老神經摔掉 不然這樣就變成憂鬱症 根據這個廠區說法昨天到底是為什麼會這個有這個氣爆起火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在進行機器的碎修 裡面有這個氫氣燃燒的問題 所以引發了火勢 而在一年來呢 這個中油已經被開罰了四次 所以當地的民眾是很不能諒解 尤其呢在門口 他們還貼了一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這個里長希望廠區真的要注意安全 而昨天晚上這個火勢到底有多猛烈 我們來看以下這個報導 消防車鳴敵趕緊前進火場 直接猛烈火勢不斷從工廠裡頭竄出 橘紅色火光瞬間照亮夜空 消防隊員連忙灑水灌救 火勢還是難以控制 從另一個角度看 濃濃煙霧不斷往天空竄 現場還不時伴隨火光 日七號晚上十點半左右 位在高雄小港的中油大林煉油廠 發生嚴重火警意外 隨後在十一點多再度發生 第二次爆炸 就是有聽到巨大聲響 那剛開始聽到以為是打雷 會下那個什麼西北雨 結果不是窗戶一打開 天空整個都是紅色的 居民回想當時看見火警情況 仍然雨季有存 另有場會發生火警初步研判 是第三重油脫流工廠 因為在碎修後進行開爐氫氣重建 不料加壓過程中造成管線內油氣燃燒 中油大林煉油廠近一年違規多達四件 這位發生嚴重火警 環保局依違反空污法重罰五百萬元 勞工局也開罰三十萬元 並勒令工廠全面停工 要求安全無餘才可復工 火警沒有人員傷亡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對居民來說 家旁邊有座火藥庫 恐怕居住上安全有疑慮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